同类的邀请,他之前就有做过,崔小虎和李浩晨婉言拒绝了。 这一次,黄强民再次发出邀请,两人的目光就不由落在了江远身上。 有的专家在公事阶段伺候着就行了,有的专家确实散发着令人难以拒绝的魅力,让人不自觉地想要全时段接近。 晚上一起吃河鱼好了,江远也发出了邀请。 他看出来了黄强民的心思,恰巧他也挺愿意配合的。 部委还是有很多资源的,远的不说,自己要是想多弄个实验室什么的,若有省厅出面,清河市局再出个大头,县局可能自筹四分之一左右就能建起来。 但要是有部委的帽子,县局说不定就只需要自筹八分之一,市局的出资也能少一半。 再者,部委还能提供形形色色的有趣的案子。 一个县城的创造力是有限的,但一个省,一个国家的创造力可就不同反响了。 许多人构思犯罪,可能会花费几个月乃至于几年的时间,然后再花费时间去练习和修正,然后才会执行。 将这样的人绳之以法,对警察来说,也算是职业生涯中的小快乐了。 崔小虎和李浩晨收到江远的邀请,满足感大增,连忙答应。 他们自然也是想要跟江远亲近的。 部位固然是高高在上的存在,但具体的工作总要下面的触手来完成。 而大部分的触手上面的吸盘松的像是戴了两个月的口罩,有些吸盘能吸得很紧,但挂不了重物,或者就需要放置24小时乃至更长的时间才好用。 江远这种就不一样了,不用时间等待,还扛得住超重的物体,这个效率和分量,堪称起重积极的触角了。 黄枪明健壮,笑得嘴角乱飞,心想,这就是现在经常说的什么双向奔赴吧? 确实是美。 午餐就在一个河边的牌岛用了美味的河鱼。 河边的牌岛都是依靠渔民关系来生存的。 跟渔民的关系处得好的,就能收到多一点的美鱼,当日出售也好,临时放在鱼牌里养一养也能行。 这是大酒店里不具备的优势。 大酒店里的特色还是海水缸,养着来自外地的海鲜龙虾等等,卖价比大城市里更贵,自有其消费群体。 新捕捞出来的河鱼刺多肉少,但鲜得飞起。 特别是一条两斤重的粗鳞鱼,上桌没几分钟,就被大家快速地吃了个一干二净。 这个粗鳞鱼看着像草鱼,吃着可是真香。 崔小虎一边回味,一边称赞。 钓鱼的也喜欢钓它,手感好,两斤的粗鳞鱼,水里面的手感能有十斤。 黄腔鱼笑着介绍,而且,这个鱼的价格也好,一条鱼就算是回本了。 这鱼长得太像是草鱼了,要是我钓上来,估计都不知道就给放了。 崔小虎道,它的鳞片可比草鱼大多了,见得次数多了,就能认出来了。 黄腔鱼笑了笑,会不会就是草鱼的一种,然后生长的环境不太一样,就像是广东的脆肉碗一样。 脆肉碗就是养殖过程中为了蚕豆的草鱼,基因上没有任何的区别,只是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,肉质变得脆韧结实。 从这一点上来说,说人肉是酸的,显然是不科学的,至少也是以偏概全了。 江远捡了筷子黄瓜,清了清口,道,粗鱼鱼是肉食性的鱼类,喜性和草鱼也不一样,在水里很凶猛。 对哦,江队是宁台人。 崔小虎才想起来似的。 黄腔鱼笑道,这还是江远的面子,才有这么一条粗鱼鱼吃,平时我过来好几次,问说有没有粗鱼鱼,都说是没有的。 那是真的没有,这才敢巧了。 排档的老板正好送到小菜过来,赶忙解释。 等老板走了,崔小虎试探道,江队和排档老板认识吗? 江远也没有要瞒着的意思,就道,排档老板租的这块地是我家里的,所以认识。 哈,崔小虎回头看了一眼,就见排档店稀稀拉拉地摆着几十张桌子,还有一个百多平米的厨房。 县城里的地不值钱,但这么大一块面积,租起来的租金恐怕也不低。 崔小虎一下子就沉默了下来,这么一来,江远根本就是不缺钱啊。 京城里不缺钱的人多了,他身边就有这样的人,但不得不说,跟这种人打交道,还真的是相当不同的。 黄强明这时候笑着道,江远扎根家乡,他在家乡生活的也确实舒服。 其实,要不是江远自己上进,像我们宁台县,现在已经没什么案件了,真的可以每天上班打打卡,下班喝喝酒的过日子的。 是啊,崔小虎尝他一声,这不缺钱,又有技术的干部,要是再没点追求的话,真的是难搞。 至少他这样的老实孩子是搞不懂的。 黄强明也看出来了,这是笑呵呵的道,其实,不为有案件的需求的话,给我们江远做,也是挺好的,不过,要是能把案子筛一下,正好是我们江远擅长的,那就最好了。 崔小虎正色道,那是当然,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。 熟悉各个领域的专家,找到最适合大家发挥的范围,为侦破重案大案储备力量,也是我们的工作。 不错不错,黄强明心里念了一句傻孩子,不过,这样子的年轻人能在部围里待着,要么是读书读得特别好,要么就是家里给了机会,黄强明笑呵呵的将话题拉回了饭桌。 午后,查足饭宝,经济方面的消息也传了过来,犯罪嫌疑人已经认罪,开始交代犯罪事实了。 崔小虎过来回报情况,道,案发也可怜,失业在家,信用卡也欠了钱,房贷也还不上了,银行的崔债电话打过来,他就拧了把刀,想抢农村大吉的这些人, 但现在的人,光农村大吉也不拿多少钱了,他成功了三次,就抢了两千块钱,三个手机,一个耳机啥的,最后一次,没想到对方手里真的有钱。 黄强明唏嘘道,这年月,还想着抢劫道,都是脑筋直来直去道,几千块钱的案值,就引起不为关注了,也挺厉害的。 抢劫的人还是有的,但伤了人,还在经济地区连续抢劫道,崔小虎摇摇头,这个案犯还是挺特别的, 他喜欢抢劫高个儿,然后让人家跪地求饶,结果总共抢劫了四次,伤人三次,有两次遇对方反抗,最后一次生生把人给刺死了,专门抢比他高的。 他就拿一把匕首,又不是枪,怎么想的。 相亲魔证了吧,乡里相亲本来就不容易,女方又都嫌弃他太矮,平时估计也受欺负。 崔小虎说到这里,特别注意到了江远的身高,拆开话题道,这个案子基本就算是侦破了,分局领导特意让我向您道谢。 客气了。 江远道,崔小虎见江远没有不高兴,案子安一声,接着道,这边还有个案子,现场留下的主要证据也是足迹,想请您看看。 江远看了一眼黄强明,后者缓缓点头。 钓鱼不必太着急,更不能舍不得窝料,越是想要钓大鱼,就愿要用大耳去钓。 一般水平的技术专家,部位是不缺的,但黄强明也见过一般水平的技术专家,那跟江远的技术是有差距的。 所以,黄强明相信,只要多做几个案子,江远一定会令对方上瘾,欲罢不能。 江远于是拿了卷宗过来看。 卷宗是中午由专人乘飞机送过来的侦查卷,也就是俗称的副卷。 这东西包含的信息非常多,按道理说,侦查过程中的证据,文书和过程等等,全部都会记录在内。 不算各种林林总总几十份的决定书、鉴定书,光是涉及到证据,就有现场开验笔录, 现场图,现场照片,扣押物品文件清单,检查笔录及照片,复验复查笔录及照片,侦查实验笔录及照片,绘图。 侦查卷是保密的,既不会给嫌疑人或律师看,甚至外单位的民警想调阅,也不一定能得到。 翠小虎能将这东西拿过来,说明已经是信任江远的能力了。 而原侦查单位愿意派专人送侦查卷过来,也绝对是了解过江远的名声了。 江远就当着几个人的面开始跃卷,黄强民就招呼三人喝茶。 来送卷的荆棘虹桥分局的民警稍微有点不适应,但也坐在了旁边,喝两口茶,瞅两眼江远,犹豫着道, 要不然,我就先回去,需要的话,我过几天再过来。 附卷比证卷要厚多了,月卷花费几天的时间再正常不过了。 不过,类似的卷宗,江远实在是看得太多了。 他现在跑去别的视线做案件的,就没有看不到侦查卷的情况。 卷宗都不给看,还做个毛线的案子,又不是私人侦探的干活。 黄强民也很熟悉江远的节奏了,就劝这位虹桥分局的民警道, 方队,来都来了,先让江远看看卷宗,有什么情况,也好直接沟通。 等下班了,我们局长还想亲自招待一下各位的。 不知道哪部分打动了对方,三人于是安心地坐下喝起茶来。 江远也是开始安心地阅读现场的足迹照片。 按照专案组的分析,这是一起发生在农村的入室盗窃杀人案。 凶手或许是被受害人发现了,或许是心态狠毒, 晚间翻墙进入屋内,用盾气叫受害人,也就是屋主直接垂死在了床上。 其后,凶手从容的翻箱倒柜,搜减了大量的财物, 主要是屋主储存的一些金条和首饰, 以及少量的现金,以冤大头为主的一些银币, 以及三十多本的机油册和年册等收藏品。 看起来,凶手的谋财目的应该是比较明确的。 当然,也有很小的可能,凶手是以某人为目的,以偷盗为遮掩。 但是,从翻找的认真程度来说,仅仅是掩饰的话,就掩饰得过于认真了。 同时,凶手大概率是戴着手套行凶和行窃的, 现场留下的主要证据,就是翻墙时的脚印, 以及留在院内的一串足迹, 还有离开时,在门外软地上留下的一串足迹, 以及疑似凶手使用的摩托车的轮胎痕迹。 足迹和车折有了,且数量不少, 但村子住的人并不多, 且以老年人为主,匹配不到凶手。 受害人的人际关系也查不出端倪来, 嚣赃的环节同样没有消息, 侦查也就陷入了停滞。 以专案组的分析,这就好像是古代的江阳大道, 人从外地来,又往外地去, 与本地几乎不发生交集, 使得警方也查无可查。 哗哗,江远快速翻阅着照片, 发出不小的声音, 引得几个人都有些不安心。